公車車廂內乘客原本全都安穩坐著 但所有人都沒料到此時公車已經越開越偏 突然一陣巨大搖晃 後方乘客幾乎各個慘摔 原來公車竟衝撞到路旁車輛 乘客餘記猶存 看看撞擊瞬間 後座乘客一名富人直接摔到前方車地板 至於畫面左側 一名男子先是彈起來撞到車內突出霧 接著摔回座位 全車只有右側前方一名阿伯 眼睛一直盯著前方 雙手緊握前方腹桿才沒有摔倒 你都拼到旁邊去是不是 對啊 對啊 那你們都撞到了 對啊 對啊 基隆這輛公車上午10點 在行徑被寧路時 司機開著開著竟直接撞往路邊停靠的 一輛交車和兩部機車 我安心說待會出門 剛才要來而已 不知道怎麼開的 這樣來都沒事情 都要整台爛 車禍現場一片凌亂被公車撞上 兩部機車東倒西外 最慘的就是這輛停靠在路邊的轎車 整輛瞬間被壓扁 所幸當時車上沒人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然而由於撞擊力道相當猛烈 公車上三人被拋飛撞傷送醫 開車的就是這名駕駛 家中有三個孩子要養 全家經濟支柱都靠他 雖然沒有酒駕 但他解釋因為自己身重病吃藥 卻導致頭昏腦脹身體不適 才會開著開著 最後往生衝撞路旁車輛 目前警方已將司機帶回 要好好釐清整體經過和相關肇事責任 記者嚴禁與朱丁榮 基隆報導